首先呢 先会选择一个 你觉得比较好握稳的一个中心轴 这样去抓它 会需要我们按照一个方向 去加不同的花材 当你遇到不好弄的花的时候 可以直接把它拿掉 在抓的过程中需要你不断的去旋转 然后呢不破坏它这个规律 始终都是朝一个方向 看到中间没有叶子 去擦进去之后呢 可以调整它的擦完了之后 擦进去的这个还是按一个方向去 去放它 这个有什么好处就是 我们在后期你会看到 这些花有些掉下去的 可以去把它抽出来 你可以这样抽取出来 去调整它那个花的形态 看到整个花束 它有些没有像 这个叶子都挤动在这边 可以通过旋转的方式 把它挪到这边来 是可以转动的 好了之后绑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就用最简单的方式 透明胶 或者是用防水胶带去弄 你可以把它放到这个上面 去绑它 就不用担心它会散掉 然后下一步最后一步 我们可以把这个剪掉 剪的时候这个要剪平整 然后剪平整之后 它是可以这样站起来的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手打螺旋 我们下周边的头发装 它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吗 现在让我做了一个 这个面子 就是我们下周边的那个 对 那么我们下周边的 我们下周边的 就是我们下周边的